二十国集团峰会第十八次领导人会议 十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闭幕 印度正式将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席位交棒给巴西 印度总理莫迪移交象征G20轮值主席国兴奋的木锤 就象征着二十国集团轮值职位的交替 这次峰会在九号取得进展 包括非盟正式获尧加入二十国集团 以及发表了联合声明新的宣言 莫迪表示有责任总结所有建议的进展 他并提议在十一月底再召开一次G20峰会虚拟会议 与会的美国总统拜登在社交媒体上形容 气候危机脆弱的局势及冲突为全球经济带来多重震撼 这次峰会表明二十国集团仍然可以为全球最迫切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而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就表示联合声明的内容平衡 各方在峰会前花了近二十天 再在新德里用了五天才就联合声明达成共识 反映涉及乌克兰问题的谈判非常困难 各国领导人在训言的最终版本中 重申对于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合作首要论坛的承诺 重申二十国集团将继续本着多边主义精神协商一句的开展工作 所有的成员都将平等的参与 包括首脑会议在内的所有活动 期待2024年在巴西 2025年在南非 以及2026年也就是下一个周期开始的时候 在美国再次举行会议 不过有外电报道指 中国对于美国计划在2026年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提出了质疑 另外10号上午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抵达新德里东郊亚木纳河畔的印度圣雄甘地墓 通道主印度总理莫迪在场迎接 美国总统拜登和二十国集团的其他领导人和与会者也陆续抵达 他们赤着脚或者是换了拖鞋进入印度圣雄甘地 于1948年1月御寺升凉后被火化的场所 并在甘地墓祈祷和敬献花圈 向这位印度独立运动领袖表达敬意 凤凰卫视 胡林陈其赵伟 印度首都 斯德里巴达